人 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且常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 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 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B科學 今集我想說羅間 很多時候有很多客人會問 師傅 是否羅間轉 有鬼 我這裏想清楚一點 羅間是甚麼 羅間基本上就是 你不要讓他上面見到幾道八卦 那些符號 加上二十四山 人永遠覺得 大部分人 尤其是中國 羅間 甚至西方也有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羅間是很神秘的東西 如果你只當他 是指南針 其實有甚麼特別 他只不過說 他會受著磁場 找到南北極 你可以找到東南西筆出來 而羅間當然很多時候 師傅教諾 太陽下山又沒有去看風水 又要看日子 有些時間 有些日子不理自己 又沒有去看 我自己有時候 我自己也會搬屋 我自己看 很多時候 晚上搬屋 搬到東西 傢伙一塊塊 拿一個羅間出來看 在自己的家 當然羅間的頭 有時會沉下去 或者掉下去 那些只是說的磁場 就比較不穩定 那裡比較 真的不是那麼好 但絕對不是說 有鬼了 另外 那個羅間 他有時轉是有偏差的 這是正常的 真的這是正常的 例如我自己的家 我試過有時就說 你的床褥裡面有鐵的 有些有金屬的 有些有Hifi 或者那些電器 你會見到 就算說我拔了一個插鬚 他裡面也有一些磁場 都會影響到干擾到的 那個羅間有時是敏感的 所以我們為何經常買羅間 要買一個天池要大一點 那個度數是會有偏差的 就算我們自己有時出去看 看風水 我們為何要預先 先問定那個座向 有一個Fall Plan 看到大概計到 或者有時我們買GPS 去計算出來 基本上就說 未必去到你家 那個客家 大概已經猜到很多方向出來 只是去到你家 那裡再引證 去確認 那些東南西北位出來 當然我們不會用東南西北 我們用那些24山 OK 就算是我自己的家 你都會發覺有時偏差了 十多度 有時都很正常 真的 千萬不要說 喂 羅間鑽 師傅有鬼 不是的 真的 希望大家不要 一看到羅間鑽 就覺得有問題 這個就是少少一個科學熟識 OK 多謝大家 我們在哪兒 你們在那兒 我都可以去找 那些人 我都可以來 我可以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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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去哪兒 我可以去哪兒